为了推广在地花卉产业 普里镇公所多年来除了积极的合作地方花卉 办理各项活动之外 日前透过族裔工医师徐敏胜 在艺文中心前制作有童花造型的地景艺术 公所农官客长邱帅伦表示 公所也会积极的来推广各项活动 以帮助普里的花卉产业得到行销 我们普里是一个花都的一个城市 普里镇公所为了我们推广我们的花艺的产业 结合我们普里在地的一个主义大师徐敏胜老师 然后在我们艺文中心的草皮上 制作了一个花的意象 其实在花卉的部分 我们除了樱花季以外 5月的童花季 以及我们10月11月的一个秋季花卉展 也会持续来跟中央来争取经费办理 持续来推广我们这个花卉的产业 先员陈怡君肯定公所推广普里花卉的用心 同时也希望透过各式不同活动体验 让孩子们来接触体验在地产业 也能够帮助孩子们对于故乡产业的了解 那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 这次要举办的 将举办的这个森林竹登记 它的一个主题来说 或者是我们每年的秋季盆花展 包括我们的南投的花卉嘉年华等等 都是正公所极力在推销普里花卉产业的一种方式 那在这边呢 我们非常肯定正公所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也觉得就是说 有机会让小朋友 透过一个美丽的好的一个地景的艺术 那从小就可以培养他们的美感 那让孩子们看到怎么样来搭配这个色彩 然后怎么样呢 将我们的工艺品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 然后可以为整个地景加分 副与长排一拳肯定普里镇公所设置递进艺术 并且办理各式活动 推广普里产业的用心 期望未来 公所可以规划更多产业加入推广活动 来帮助地方观光产业得以行销 记者陈维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